看对本人有这个习惯 一看 看两页睡着了 ok了 这个戏就ok了 要打发了 看看看 要看三次 那还可以 一生飞行那么快 还一口气能够看完的 这个本事就不错了 他这个本事就这样吸引我 我一口气看完 看完还把它弄好一个 会在小里面的内容 对 我说这个戏可以弄得更好 也有点像我以前 就让我见到的感觉 要出港 我说 现在戏里有在改 他怕有点浪费了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革命的先驱吧 真的 本来是有点点想要放弃 后来是因为志伟哥一家伙 我就说 好那我跟你来 我们洗手吧 试试看 因为其实电影讲台白讲 我们也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成功 但是你总是要踏出新的一步 你有这一步 那可能我们就有一定的机会开创 对 台湾电影来讲是很好的一件事 那不只台湾电影 你可能做好的华语电影像香港 新加坡 新马 中国大陆就放在后面 但是他还是可以做的 对我来讲 我希望里面的配搭 是我自己最想的 是 要做一个对手的 我希望有明星 我自己很喜爱的非常好的演员 我也希望能带一点新人 我新人 对对对对对 所以 变成新人 不是 我跟你说我要逼卢芬姐 我刚刚演完她一个电影 而且我也跟她说 我今天在台上要威胁她 如果这部电影不让我演 卢芬姐我手机里有你昨天喝最热的影片 没有 我们里面有一个来洗澡的一个 我接 我OK OK 那个是需要用一个新人 比较新鲜的 我们在讲金融的俱怀 你不要俱怀 你俱怀 你俱怀 金融里面也有一些颜色的 对不对 我就负责颜色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到时候志伟大哥也会在里面有一个角色 是正派的或反派的 我们不能透露太多 但是会带给大家很新鲜的感觉 对不对